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有一個長方形的客廳 這個長是9右3至1公尺 然後寬的話 是這個6右3至2公尺 現在想用一個 這個大小相同的正方形磁磚 鋪滿整個客廳而不重疊 這方形磁磚的最大鞭長是多少 那你鋪滿以後的話 這個是一個整數 整數塊 也就是說 你那個什麼呢 你那個正方形的鞭長 必須是它的什麼呢 必須能夠整除它就對了 那個正方形的鞭長 必須能夠整除它 那個正方形的鞭長也是能夠整除它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廣一的那個公因數 好 那現在的話 我們如何找到這個公因數呢 就是找到能夠整除它的那一個數 那這個 這個可以寫成3分之28 那這個寫多少 3分之20 好 那我要找到一個數 這個數能夠整除它 同時也能夠整除它 那我一樣 用什麼呢 用短除法 來做 這是3分之20 那我要用一個數 來整除它 整除的話 這個必須是整數的 那我一看的話 用什麼 28跟20的話 它有什麼呢 它有4的因素 所以用那個3分之4 4 7 28 這是7 4 5 20 這是5 也就是說 你用什麼呢 邊長3分之4公尺的這個磁磚 鋪上去的話 這一個可以鋪7塊 這一個可以鋪5塊 也就是說 邊長是多少 邊長是3分之4公尺 也就是說 1又1公尺 那這樣就能夠鋪滿 正方琴磁磚的編長最大多少? 最大是1又3分之1公尺 因為這兩個已經負值了 沒有辦法再抽出什麼呢? 抽出他的那個共同因素 所以編長最大是1又3分之1 總共幾塊? 總共是 這一邊是7塊 這一邊是5塊 7535 這個N 就等於7乘5 7535 35塊 需要35塊